成長整個的生活的過程是這樣的 所以作為主女的 希望我們不要再說這些話 人生是很簡短的 一定要遵惜你身邊的親人 愛人 朋友 不要等到一切都無法挽回了 你才知道這些 對你是多麼的重要 這次剛好在過年前 我們去騎腳踏車 你們有去嗎 沒有 我們去騎腳踏車 拼了十幾公里 拼了十幾公里 都拼了很累 很累的時候我就跟我在主女講說 你要非常高興 父母親還能陪你們騎這麼遠的腳踏車 再過幾年我們不知道 就像阿公現在 我們要帶她出門都有困難 不要說騎腳踏車 她能推個車子走路 我們就很幸福的 就很高興的 所以人生是很短暫的 你一定要遵惜你身邊的這些人 不要等到一切都已經過氣了 無法挽回了 你才曉得這些是多重要的 所以善待生命 孝敬父 爸爸媽媽要知道 不管你做錯了什麼 爸爸媽媽呢 都會演練你的 你的家才是你 永遠的港灣 所以這一張 二十三章 孝子口裡有孝餘 他六主義裡面談到 萬物無本則不生 萬誰無言則不留 住姓天護瑜 處户母欲 萬物啊 如果沒有根本啊 它是沒辦法生長的 我在年輕的時候 幾個原住民啊 很辛苦就挑了一些蘭花來賣 我看到他們那麼辛苦啊 我會用同情的心 就跟他們買了幾盆的蘭花 蘭花 結果呢 他教我怎麼種 怎麼用 怎麼澆水 我都很聽他們的話 結果每顆都死掉了 每顆都死掉了 後來沒辦法 我就將那些蘭花裡面下面那些土壤 它當初是一種那種 那個什麼草去用的我也不知道 我就把它鬆掉 因為我準備再買來種 把它鬆掉 鬆掉之後我才發現裡面 是沒有根啊 它是用剪的把它放下去 旁邊擦鐵書而已 我在想說我被騙了 我被騙了 所以萬物無本啊 則不生啊 如果沒有本啊 是不生的 沒有辦法生出來了 萬水無源則不流 你看 西北雨下來的時候 速度那麼快那麼大 代曆而故 你可以站在那邊等它 西北雨那麼大 代曆而故 你可以站在那邊等它 等一下就沒有了 有沒有感覺 就這樣 你看 蒙蒙细雨啊 你看它那麼小啊 它如果不停啊 還是會成水災啊 你看黃河那麼大 長江水那麼多 它的源頭還是一點點而已 那個就是源 它說我們的住性 是上天賦給我們的 我們人的這個靈魂的本質 這種本性 它是我們這個身體啊 是父母親的 父精母血 所靈寂而成的 這個色身 今天我們成長的一個人 是父母親的生意的栽培 所以木有本 水有源 人更要有源頭 父精母血 母親十夜的懷胎 上天呼籲的我們 善良的這個本性 才成為一個人 就談到人的時候 你就要感受到 母親的十夜懷胎 等那種生理的變化 那種的辛苦 生意洋溢的時候 生你的時候 你要記得你生住的那一天 是母親的母難度 母親拼著她的生命啊 來生下的你啊 台湾有一句話 拼會過 麻油香 拼不過 四對幫 就母親在生小孩的時候 如果你能順利生產出來 做月子那一隔月就出那個麻油 是香的 如果生產的過程 如果沒有順利 有時候小孩子的胎位變化 沒有轉過來的時候 有時候很困難啊 當下的醫 醫學又沒有那麼發達 很多母親因為生小孩 就這樣死掉了 沒有拼過去啊 細對幫啊 就樹塊木頭板 就是一個棺材的意思 一個棺材的意思 當人生下來之後 為什麼一定要哭 沒有哭的時候 小孩那個護士小姐會拍屁股啊 拍屁股 拍到你哭 因為當你哭的時候 你先天的這個靈啊 就投入你的身體 就變成後天的這個靈 就成為一個人 先天的靈 加到後天的身體 進入之後 就成為一個人 所以上天父給我們的 就一個善良的本性 所以我們人本來的本性 它是善良的 是善良的 所以人之之 性本善 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這個我以前就談過了 來我們來談談 明明上帝 有時候很多人會說 上帝 是不是在談 基督宗教 其實不是 你看西元是從耶穌 誕生才開始寄的 今年才2011年 但是書經到現在 已經快三千年了 但書經裡面有一句話 因之為上書 克配上帝 我們中國人的祖先 以前是用上帝這個名稱 來尊稱的 是宇宙的尊子宰 後來進入宗教 進入中國之後 要用什麼的名詞來 來形容 來解釋 最偉大的造物者 所以他們看到我們 這句話的時候 因之為上書克配上帝 因曹 還沒上書的 他的錢餅 他的天命的時候 他是遵照上天 上帝是上天 遵照上天的主義 來照顧了他們的這些 平民子百姓的 所以說中國人的祖先 是用上帝這個名稱來尊稱 宇宙的尊主宰 所以說 我們人的本性 是上天所付給我們的 他的本性是善良的 所以他本性是善良 他本來就是為孝順父母 我們來談談 閃西 關中西部的 一個武功縣的北關 有個宿願叫報本寺 這個報本寺 本來是唐太宗 李世銘的父親 唐高祖李淵的故鄉 故居 那隨著 隨開房18年 10月22日 西元599年 1月23日 唐太宗李世銘 也是出生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可以說 依山而降 風景秀麗 景色宜倫 風水可以說是算很好的 那雖然當時天下就大亂了 李世銘就俘走了 李淵平平的這個天下 開創了大黨這個基業 武德九年的時候 李世銘就被迫 發動了賢魯門之變 消滅了亂黨 受到富王的善障登基 這個也算不錯的一段歷史 父親將這個位置讓給他 不然很多人都已經把皇帝當到死 已經躺在床上了 還擁有那個錢餅 說實在的就好可惜 這造成了很多 一段歷史 俱陳老闆